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如何通过GD库来制作验证码和数据图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通过GD库来制作文字手印和图片手印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我们的很多web项目中,为了防止自己的图片被盗用 就会在图片上加上自己的标签 这些标签包括文字或者是图片 这就是手印 在图片上加手印 主要使用GD库的几个函数 一个是image-create-from-stream 这个函数是从字符创中的图像流创建一个图像 第二个是我们的get-image-size 测定任何gf,gpg,png等图片的文件的大小 并且返回图像的尺寸以及文件类型 第三个函数是我们的image-fd text 这个函数是使用我们的free type这个字体将文本写入图像 好 第四个函数是我们的image-copy 它是拷贝图像的一部分 对吧 它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图片资源 第二个是它的圆图片资源 然后第三个就是目标的这个像素的开始位置 横坐标的位置 然后重坐标的位置 然后再是原始图的起始的横坐标 起始的重坐标 然后再是目标的这个结束的这个横坐标 结束的重坐标 然后再是原的这个宽 好 在这里它就是将我们的这个source image里面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图片的这个资源 坐标从我们的这两个位置开始 拷贝宽度为原始图片宽 原始图片高的这个部分 拷贝到我们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图片资源的开始位置是这两个参数 到结束位置是这两个参数的这个位置上去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制作图片手印的时候常用的一个函数 来 我们继续了解其他的几个函数 还有就是一个image copy merge 这个函数 它的拷贝合并图像的一部分 跟我们上面这个函数的这个参数呢 有点类似 但是它多一个参数 在最后它多一个参数 它其实也是跟上面函数的作用类似的 它是把这个图片的从 其实位置开始 它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拷贝到这个图片资源的这个开始位置 开始点 到这个结束点 并且它有一个参数来决定 合并的这个程度 它的取值范围是0到100 当它等于0时 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当它等于100时 对于条式版图像本函数和image copy完全一样 它对于真产色图像实现了alpha透明 还有几个就是在科并完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输出图片 就是image.gif image.gpg 对吧 这个我们见的太多了 还有png 它就是输出图像 或者是把它保存到这个文件名里面 好 我们了解了这个几个函数之后 我们一起来 开两个实例 一个是我们的文字索印 其实我们的文字索印 就是把我们想要加的这些文字 通过我们的GDQ 然后使用我们的这个image.ft.text 对吧 然后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文字写到我们这个图片上面去 就是实现了我们文字索印的这个功能 对吧 来 我们看待了 好 我已经打开了啊 首先 我的图片 是我们的这个sauce.gpg 对吧 然后 它是从我们这个字符串 也就是image.create from stream 对吧 从我们的这个 字符串 这个图像流 创建一个图像 然后 指定了我们的这个字体 就是我们在创建这个文字索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把多元的这个字体 给放到可访问的目录下面 然后 再设 这个 设置一个这个颜色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 写这个文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颜色给使用上 你看 我们在这个 图片资源的这个 开始点 到结束点之间的这个位置 写上我们的这个字体 然后使用我们这个颜色 是个黑色 然后字体 就是我们要写的文字 就是这个帽宝点亮的 对吧 好 通过对这个图片资源 已经写完文字之后呢 我们就获取它的这个图片的这个宽高 以及类型 我们主要其实主要是获取这个类型啊 然后我们用switch 针对这个不同的类型输出不同的这个图片资源 对吧 你看它这个 GPG的话 我们直接输出了这个图像的这个结果 就保存在这个文件名里面 对吧 然后我们再销毁这个图像资源 好 我们看一下当前目录下面 你看我们已经有一个source code 来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先把source code关掉 把这个 粘掉 来 我们就看它 看 这是佟丽亚的一张图片 对吧 上面没有任何文字 好 来 我们执行 好 告诉我们说 不能找到这个函数 来 我们再执行一下 来 执行完毕 来 我们打开看一下 来 生存了这个图片 对吧 看 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写上了这个冒宝点代的 是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字手印 其实我们把那个位置调整一下 像这个网易娱乐一样 对吧 我们把开始的这个 开始点的这个坐标 跟结束的坐标调到右下角 那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文字手印的这个效果 好 刚才我在这里执行 他说没有找到这个函数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两个他的 这两个他的 php 命令的路径不一样 加上的这个 php 点 r 文件 不一样 所以导致有可能我在这里执行的时候 他会报错 对吧 实际上我在命令行执行的时候 他是不会报错的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图片手印 图片手印 图片手印 跟我们这个文字手印有点类似对吧 文字手印是把文字写到这个一个图片上面 但是图片手印就是将一张图片加在另外一张图片上 它的实现主要使用我们这两个 image copy 跟 image copy 文字 这写错了 然后 copy 过来 主要使用这两个函数 来我们看一个示例代码 好 我们看这个图片 首先目标图片也是我们的这个 source.gpg 对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用来加水印的这个图片叫做log.png 首先我们从我们的字幕串流创建一个图片对象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要加水印的这个目标图片 也就是我们这个source.gpg 然后我们的原始图片就是我们的水印图片 是我们的logo.png 对吧 好 然后我们看第十行 它是获取我们这个水印图片的这个宽高 然后 然后 在这里 第十三行 它就将水印图片复制到我们的目标图片上面去对吧 然后 我的位置是 从 10 10开始的 然后复制到我们这个宽高就是我们水印的宽高对不对 然后这个其实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水印的其实位置 我们当然是 从 最左上角开始也就是你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设置了一个by透明的这个效果 好 这样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水印图片加到我们的这个需要加水印的这个目标图片上面去了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保存我们这个目标图片了 所以我们获取我们的目标图像的这个宽高 以及类型 这个半透明的这个 就是除了这个文字部分其他部分都是透明的这么一个png图片对吧 好 那我们请接着执行我们的这个tl 好执行完毕 我们看这里已经多出来了一个sauce code对吧 来 我们打看一下 不是这个不是sauce code 我们是这个sauce tl 对吧 来 我们执行 你看 这个已经把我们的这个 logo图片已经打到这里了对不对 所以这样其实就简单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图片水印 那这这种方法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一个 处理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已经存在的图片我们 提前征承好这个水印图片 或者是我们在上传的时候 我们就用我们的网站logo的 这个透明的png对吧 打到水印的中间或者是右下角 这样不影响图片的美观 然后就展示到我们的网页上面 就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个 请不吝点赞 打赞 订阅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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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